你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妮奇带你飞 在我上一期影片有提到继续涨吗 那这个影片里面有提到消息后上涨 然后大家可以进行操作 就是等他回调 或者是他突破站稳你再做多 那现在比特币出现了什么 一个很好操作的机会 我们马上去看 好我们来看比特币的4小时图 我在昨天的影片就有提到 大家一定要去留意这个位置 你看他是很多次测试都没有突破的 如果你有在这个位置去做空 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去拿你部分的盈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我昨天提到的 这个0.618的一个位置 你看这里对不对 而且这个位置我昨天的影片有提到了 他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就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如果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回调 到0.618 接下来再次的挑战 那其实你在这里去接一个小仓的多 亏损其实也没有很大 盈亏比其实还是蛮好的 给大家看这个盈亏比 你看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止损 大概是150多点 然后你的这个盈利空间是高达500多 甚至更高 如果突破站稳可以高达1000多点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在这一个位置继续的下跌 你就可以去留意这个趋势线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趋势线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注意 就是22816这个位置 是可以去留意的 那目前的这个比特币 其实还是蛮强势的 因为他没有创出新低 而且他还不断的就是创出了新高 现在是一个回调到0.68 如果说接下来顺利继续的上涨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去接多 也是蛮漂亮的 或是你可以等他到这一个位置 也是可以 其实是蛮不错的 而且现在的这个比特币还是在什么 还是在这个上行通道内 是没有跌破的 除非他是跌破 怎么说呢 就是他直接是跌破了 然后继续的下跌 那你就需要去留意了 只要他是没有跌破 也没有创出这个新低 其实都还是蛮安全的 那我的看法 其实这个上涨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 这个就是我对于比特币的这个看法 那因为今晚有这个飞浓嘛 我们也要去注意就是飞浓后他的这个走势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可以使用我币安 上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那如果目前你有bybit的账号 你也可以注册新的一个bybit账号 不需要kyc都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奖金抽奖的活动 每周奖金抽奖 只要你使用我的链接注册 币安 Bybit BkGet s都可以 就是获得这个奖金的抽奖啊 成为那一个幸运额 每周有100U送出 然后给三个人 你要做的就是注册一个账号 入倅 还有进行一周的这个交易就非常的简单 而为什么二月份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奖金送出呢 因为二月份是我的生日的月份 特别的兴奋 所以要送更多的奖励给大家 好我们下去看以太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的四小时图 以太就到目前也是跟比特币一样的 你看他都是没有站稳在1680的上方 而且昨天呢还发生了这个插针 看到吗插针回到下方 所以目前如果也这样来看的话 接下来如果他没有再次的创出新高 继续下跌去挑战这个支撑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而目前呢你可以看他也没有回调到0.618 其实还是非常强势 因为0.618是在1617嘛 他都还没有碰到 所以他是相比比特币来说 他是更强势的 那现在你可以去留意的这个趋势线 你可以继续关注 这个趋势线下跌的一个位置 是会在一个1559 你可以去留意的 而且也算是很强势 因为他跟比特币一样是没有创出这个新低 而且还创出了这个新高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有这个回调 都是蛮好的一个操作机会 那如果之前你在这一些位置 或者底部的位置 吃有比特币和以太币的这个多单 还可以继续拿着 那我们就看他接下来怎么做 而今天晚上有这个消息面 我还是建议哦 消息之前不要进行任何操作 消息后你可以进行操作 而且接下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消息了 就在今晚飞浓之后 那你就可以进行这个操作 好那比特币和以太币现在上涨 依然还是很强势了 只是说如果你是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 有去做空了是没有问题 但你的止损一定要设置好 如果说他接下来有消息出现 如果上涨的话 那接下来他还会继续的上涨 而以太呢 我会去看这个1774的一个目标价位 目前上涨其实说真的还是很强势 除非他跌破啊 跌破这个趋势线 跌破这个支撑 那他还会比较大的这个回调 所以接下来的以太你要去注意 他有没有再次的创新高 如果没有再次的就是再回到来下仿 其实他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双顶的结构 是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所以可以去多加留意 好那我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快速分析就到这里了 就赶紧的跟大家讲一下 接下来他怎么样去走 然后操作策略是如何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Nikki带你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 DMF 大家一起飞 Nikki带你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 DMF 大家一起飞